王琴母亲蒲文琴85岁 我儿子黄琦于1916年11月28日 被绵阳市公安局秘密带走 最新是以为泄露贵家秘密而地铺入狱的 至今入狱已经将近两年了 我儿子他们所谓设计的决密文件 就是中共绵阳市委邮栓区 是为该道办事处黄斌主人 拿出来跟陈天梦看 看了叫陈天梦配照 这样一个文件 他们所谓的文件是秘密文件 第一没有红头文件 第二没有秘密二字 第三没有文编和文号 第四没有签名和日期 他们以这个虚构的文件来陷害黄琦入狱 我儿子是冤爱 是无罪的 是绵阳市中印人民法院的 工检发部门 故意构陷黄琦的典型的配害案件 我儿子身患绝症 在看守所内 受到约带 不给钱跟他买纸 连开屁股都没有卫生纸 解脑大便都用手洗 同时冠部支持里边的囚犯 杜打黄琦每天杜打几次 六七个人捆住他的手 然后两三个人推进厕所杜打 卡住他的脖子 撕他的被子 等等的虐待 我黄琦在虐中 受到种种的 又是五十非人的身后 我想到这里 我心里非常难受 我从小通过的儿子 我脸从小到大 我都没打他一次 他就在里面受到 如此的勾打虐待 我心里非常非常地想念我儿子 因为我儿子 是为广大的中国老百姓 说真正的话 说出他们的冤情 他没有罪 对方故意捏造阵迹 伤害我儿子 我已经85岁了 我想见见我的儿子 在我有生之时 能够见我儿子一面 我死也瞑目 我想到我的儿子 我整天不能吃饭 不能睡觉 整天都是以内洗面 我这样从小的儿子 这样的为人民 为广大的群众 说真话 讲真实 却受到政府这样的打压 我内心非常难受 这个月底 我去见周法官 请求他放我儿子出来治病 周法官说 你儿子黄旗 刑期十年以上 不符合保卫救医 我说 你就这样判冤假错案吗 周法官说 我只管宣判 其他的事情 一切有检查院 检查院的权力执行 我无权干涉 我比这样 就败败的 就被他们陷害了 一个好人 为中国的人权思念 铺底 大桥 直到今天落到 现在有如此如此的悲惨的剧城啊 我真的想不通 共产党这样做 为什么嘛 我儿子是坚持正义的 既不杀人也不放后 我还是爱国家 爱民族 爱人民的 落到如此的地步 我求求大家帮帮我吧 我为我儿子 复运吧 复运吧 求求大家吧 我儿子目前病情非常严重 全身否皱酸痛 血压增高到 一倍五到一倍九十毫米巩柱 鸡肝甚至一倍二十四 尿酸甚至五倍一十九 超正常值一高倍 目前身功能衰退 CR底三期甚至四期 目前黄旗 已经进入尿度症 我儿子会呛刘晓波 杨天顺一样 病死在腰中 我请求贵迹社会 贵迹人权组织 欧盟组织 国内外 海绿外的各个媒体 为我儿子呼吁 杜处中国 释放我儿子 无罪的 患觉症的 黄旗早日回家治病 谢谢各位 各界的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